可能有不少人说过或听过怕热就不要进厨房这句话 但不知道有多少人晓得这句话最初是谁说出来的 会不会是大厨师、餐馆的老板、还是家庭主妇说的呢 都不是 他乃是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哈利·杜鲁门说的 如果去读他的事迹就会知道 他所说的厨房其实是暗指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总统府 白贡 杜鲁门总统有一次应邀到墨西哥去访问 他们带他到新晋喷过火的火山去游览 当时的墨西哥总统阿勒门看到杜鲁门非常仔细地观察那座火山 就问他有什么观感 杜鲁门回答说 这真是一座了不起的火山 不过要是拿它跟我在华盛顿特区所做的那一座火山相比 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杜鲁门总统是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来表达 当美国的总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如置身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过正如杜鲁门自己所说的 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他的确是个不怕热的人 在1945年他才当选副总统没多久 就因为总统弗兰克林 罗斯福突然病逝 而仓促认为美国第33任总统 接着在1949年又连任 当他在位的那几年 正是国内和国外都很不太平的时期 在美国国内正好遇上混乱的经济衰退周期 当时物资非常短缺 而国际间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 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刻 他的果敢和坚决的处事态度 使得他在许多险峻的情势和挑战之下 能够完成艰巨的任务 其中最被人知道的 就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批准在日本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 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而以色列在1948年得以赴国 他也是幕后的功臣之一 杜鲁门不怕做总统的艰难 因为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 在他就任不久之后 曾经有人问他做总统的滋味如何 他回答说 在这几个月里 我已经发现 做总统就像骑在老虎的背上 如果你不继续骑下去 你就会被老虎吞吃掉了 杜鲁门不需要人督促 就已深深地感受到 做总统不能够当儿戏 必须很认真地做下去 没有选择的余地 杜鲁门总统的心态 使我们联想到 使徒保罗宣教的心态 在哥利多前书九章十六节 和十七节那里写着 保罗说 我传福音远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使徒保罗当年宣教 所遇到了困难先祖 不会亚于杜鲁门总统 保罗受到教会之内 和教会之外两面的假攻 他所以没有灰心 没有气馁 就是因为 他有从神而来的使命感 他知道自己只能够往前走 没有后退的余地 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 是不是也有这么清楚的使命感呢 除了使命感之外 杜鲁门总统被人怀念的 另一个特点是 他那平易近人的个性 在1948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杜鲁门总统从白宫赶回他的家乡 堪萨斯城去投票 一群记者奉报社之命 前往堪萨斯城的机场去采访他 当天杜鲁门坐的专机提前到达 总统的坐车已在回家的路上 前面有警车开到 必定很快就会到家了 记者们于是赶紧搭车追到他家 但是没有看到他 后来有位记者遇见他 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杜鲁门总统回答说 有一辆警车要我们停下来 看样子有一位大人物 今天要经过这个小城了 虽然是说笑话 但却显出了他平易近人的个性 为什么杜鲁门总统这位大人物 会这么谦和呢 原来他有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 他坚定不移的相信 所有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就是这样写着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杜鲁门总统不但记住了神的话语 他也根据神的话语来为人处事 这样的一位大人物 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